出在哪里 譬如說第三航廈第三跑道 現在飆出去沒有 延宕多久了 你是說第三航廈 第三跑道 第三跑道 我想尾翁關心的可能是指 那個跑道翻修的事情 第三跑道事實上是要等 我們區段徵收完成取得土地才會有 那那個 跑道翻修的問題呢 我們南跑道要做翻修呢 那流標了幾次 到現在也還在流標 這個我們是不是董事長來說 對 就不斷地延宕 這個到底負責的是誰 譬如說像這件事情 它的主要的負責 應該是誰 要可以 這個責任 不要再一再的流標 國家的採購制度很清楚 當你一再流標的時候 有很多制度是可以讓你去做 去處置 然後讓它可以順利的 不要再延宕下去 像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就是發生在淘機 一而再再而三 都沒辦法解決 跟我們報告 我們跑到整修的這個案子 那有一部分是已經在進行 那就是現在講的就是第一標的部分 有四次因為沒有廠商來投標 那我們也經過檢討 因為我們 離上一次留標多久了 應該是一次都要大概四十幾天嘛 那兩次大概就是差不多八十歲 沒有啦最後一次多久了啦 最近這一次 對最近這一次 最近這一次是上禮拜 是上禮拜 那我們昨天 昨天已經 又有標嗎 對我們昨天 你們這塊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台灣的那個機場的跑道 世界出名耶 好 了解 是啊 現在我們已經 像這些事情神出不窮 包括說 部長說國家門面很重要 我都很仔細在聽喔 我一想到國家門面喔 就兩個問題在心頭都是心頭大恨啦 第一個 那個機場的動線交通亂七八糟規劃成這樣 那個已經是死期耶 無可救藥了耶 那個動線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救了啦 一出來的時候那種狹窄 擁擠混亂 要接 要接 要送 亂七八糟 尤其是要接 亂七八糟 是死期耶 這就是管理者都出問題 才會造成這種死期 無可救藥的結果嘛 好 所以 其實現在內部 沸沸揚揚 大家都覺得 陶雞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啦 到底有沒有專業任用 是不是 有所用非人 還有有這麼多退休轉任 你看喔 董事長退休轉任這個歷來 其實也不是每一次都非得這樣不可 現在董事長是民航局局長 人家覺得你Qualify 你退休轉任 但是非得這樣不可嗎 看看你們的 一級機關 所有的副總 全部退休轉任 全部是退休以後再新任 其中只有兩位呢 是內生的退休 也就是他原來是淘基部長有講 他原來是在淘基 然後轉為公司以後 截散退休 所以只有兩個不是 其他 一二三四五 五分之三 超過一半 那在第一線的處長的部分 十四個處的處長 有九個處的處長是已經半退休的 裡面呢 也是一半以上都是空降 退休轉任 退休轉任 為什麼在淘基變得這麼重 這麼嚴重 百分之六十以上 扣除 扣除自己本身淘基 結算退休的 內部退休之外 空降的退休轉任 為什麼要比例這麼高 第一個 你怎麼培養人才 第二個 你怎麼提高士氣 所有基層主管要升遷 空降退休長任 就是天花板嘛 所有基層主管 看到自己的生涯規劃 永遠有一個天花板在那裡 報委員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呢 淘基公司成立到現在才剛三年 那他這個senior的position 就是副總啦 處長啊 即使是退休轉任 也幾乎都是其他的航站過來的 那事實上原來的那個 不要這麼說啦 機場公司成立以後 我們從外面聘經很多新的 你不要說是其他航站過來啦 公務機關過來的一堆啦 無論是哪裡過來的 沒有人才嗎 不需要培養人才嗎 天花板怎麼領導 怎麼提高士氣 不需要檢討嗎 這個我們事實上 淘基是比原山更需要 做體檢的啦 事實上他們有一套 相當完整的人才培養的方式 那這個成立了這三年呢 其實他們也積極的從外面聘人啦 但是基本上都是比較屬於中低階層的啦 需要一些時間來培養 那事實上也 你的基層主管是退休轉任的比例非常的高 你的二級主管 退休轉任也幾乎是五分之三 對啊 當然我剛剛說有很多是因為可能是其他的 其他的航空站 那個部分我們可 這個是不是董事長來說明一下 副總的部分啦 現在哈 裡面在傳聞說你們非得要去弄一個新的保全公司不可 也是要安置退休人員去當董事長總經理 部長在這裡承諾 你們絕對專業聘用人員來任用這些事 當然啊 當然是要用專業來聘任的 對啊 不要再是轉投資子公司的時候又再安插退休人員 或者是籌用現有的人員 我們就是要用專業來做這件事 因為對於這個機場來講的話 我們的機場公司的人力的確是嚴重的不少 然後部長什麼時候好好的給社會一個交代 到底陶基的問題在管理上出什麼問題 他們專業的人事任用上面有沒有問題 到底根本的問題出在哪裡 那麽機公司過去三年來在國際上AQACI的評比 事實上是一直每年都有在進步啊 所以各方面的這個反應我也覺得是有進步 那當然它在受先天的硬體的影響 你的標誌就是這麼低啊 受先天的硬體的影響呢 的確呢 有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現在兩個行項的容量已經有一點不足了 今年年底呢我們可能就會達到三千萬 所以有時候呢 在這個人一多的時候呢 的確當然覺得有一點擁擠 部長 我們看喔 第一個 跑道的改善 一再的延宕 交通的動線 死期 沒有救藥 然後整個機場 像一個紛亂的百貨公司 還有路邊攤 沒有文化 沒有精神 沒有生命 我事實上 這些問題 包括委員 我九月的時候 你跟全世界其他的機場評比 怎麼可能是部長你所講的 在全世界的機場評比裡面 那九月的時候有參加APEC的運輸部長會議 還碰到香港機場的代表 他們就覺得我們的那個機場 現在改善裡面 尤其是文化因素 剛剛你特別提到文化因素 因為本來很差嘛 所以改善 他覺得非常的好 已經 他們覺得香港機場呢 在這方面都要跟我們學習 所以事實上 我覺得我們機場也有很多 值得 其實本席不希望看到部長在這裡 你也用這麼低的標準啦 不會啦 我們永遠是用世界級 我也常常跟我們同仁勉勵 我們要用世界最好的標準 部長不能夠視若無睹啊 不會啦 我們是很認 去做一個徹底的了解 我覺得 就是說呢 現在可能的確呢 一二級主管有一些 從淘基公司的基層 中階基層員工 覺得好像是外部空降 或是退休人員轉任 但事實上呢 你如果去看 市氣非常的低落 事實上你去看 現在的很多的這些人員呢 淘基公司事實上 原來是個四級機關 就是中正機場的航空站 他變成公司以後 變成三級機構啊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呢 是沒有Ready的 現在太多清楚啦 你要繼續讓現狀下去啦 不會啦 我們是有一套積極的那個改善的方式 不論我們需要檢討啦 好 我想董事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我想我們內部是 董事長來沒有多久嘛 董事長也變得很快嘛 也換得很快嘛 我們內部好 你現在才上任多久 我二月 九個月 九個月了 是 對啊 啊 淘基內部的士氣這麼嚴重 我們委員每一個委員 聽取到的內部的聲音 都跟你們的理解不一樣 好好的去检讨啦 部长 好啦我们当然要检讨啦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基层的员工 因为个人的升迁或什么受到障碍 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淘机上面用人很多 委员在问证 不会那么容易被利用啦 每个委员问证都有品牌的啦 问题就出在于你们理解问题的认知方式 就把它当作说是因为个人升迁遇到困难 然后不当作一回事 在这里就一直包庇现有的状况 所以没办法嘛 果足不浅嘛 你们要参加国际气候组织 你们回去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要问部长 因为蛮重要的 来那个董事长其他农人回去 部长留着 参加国际气候变迁公约 参加这个组织 现在主导权到底在外交部还是在交通部 这个是在外交部 但是我们是跟外交部有积极的在讨论 因为事实上主要的业务是交通部在主管 对对 就好像KL这个事情一样 基本上是外交部主导 但是我们是配个论 反正还是要希望你们跨部会的协调 因为毕竟业务部门在你啦 对 我们外交部的官员 我们波士顿的文化办事处 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 红处长他不久前投书美国免疫州的报纸 我们中央社有发过这样的新闻 但是没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这种高阶的外交官 在还没有进入深度谈判的时候 就先降格 要求说公开在美国的这个投书里面 公开的就先矮话说 我们就比照WHA的所谓Chinese Taipei的模式 而且到最后还说 最后一段话还说 如果能够给予机会 自比为免疫州 把台湾加入国际气候变迁组织 自比为说如果有机会进入 台湾可以像免疫州一样 因应气候变迁共同目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只想要跟免疫州一样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期要说的是 其实你们是业务 就像是当初民航局局长去爱考一样 事实上 比照WHA模式 本期处理的非常清楚了 WHA模式就是中主国模式 每一个国际组织要参加 都可以单独谈判出不同的模式 你们就只知道比照WHA的模式 WHA的Chinese Taipei 是只有开会的时候给你说Chinese Taipei 只有开会的名称叫做Chinese Taipei 在内部的法地位 内部的国格地位是什么 是中国的一省 这就是WHA 本期早就把内部的公文全部都公诸于世了 而且邱文达他去参加 每一年去参加都还要当场抗议的 那是我们的卫生署署长去参加 年会都要当众抗议的模式 你们要在ZR3的沿用 先是民航局去 国际民航组织先沿用 现在国际气候变迁公园 你们又要沿用 那邱文达道歉是道歉假的 以后不想再道歉了是不是 记不记得邱文达去参加 每次都要道歉 对啊 每次都要这个抗议 每一次去都要抗议 都抗议说我们不接受这个模式 结果你们现在还要比照 然后高阶的外交官 在美国的投书 还要求比照 自动要求比照 这种矮化的模式 自比为免应 之后要去扮演这种角色 你毕竟也是业务主管部门的部长 你跟外交部部长 其实是共同在协调 处理这件事情的了 本席是认为 每一次参加不同的国际组织 都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透过国际的谈判 谈判出不同的模式 同意啊 我们非常赞成委员这样的立场 那我想我们 在院里面跨部会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外交部这个官员 高阶的官员 波士顿的处长 这样矮化自己 我们没办法接受 回去内部 我们会再跟外交部了解一下 谢谢